欧盟委员会周二提议,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新的制裁,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煤炭和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,并表示正在努力禁止石油进口。 他表示,需要进一步施压,提议包括欧盟禁止每年从俄罗斯进口价值40亿欧元的煤炭,并全面禁止包括该国第二大银行VTB在内的四家主要俄罗斯银行进行交易。 欧盟还将禁止俄罗斯船只和俄罗斯运营的船只进入欧盟港口,但农产品和食品 人道主义援助和能源将获得豁免。欧盟还将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公路运输运营商,并禁止向俄罗斯出售每年价值100亿欧元的量子计算机,先进半导体、敏感机械和运输设备。 冯德莱恩表示,这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集团还将停止进口俄罗斯木材和水泥以及每年价值约55亿欧元的海鲜和酒类。 它将俄罗斯公司排除在欧盟国家的公共采购、招标之外,并将更多个人添加到在欧盟的资产将被冻结,且不允许进入欧盟的人员名单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